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大家在这个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上一期聊翻牌的时候 YouTube网友叫杜若 他问了一个问题 说以前看到过一个日据时代的韩国飞行员 被迫参加神风特攻 但是他并没有阵亡 却被供到晋国神社 就很TM离谱 咱经常说一个事 你不能拿今天的观念看历史 其实这也包括国家 今天咱们觉得日本朝鲜韩国仨国家 二战的时候不是那样 那时候朝鲜被日本殖民统治了36年 你看那个时候日本教科书 世界地图上日本朝鲜半岛跟台湾是一个颜色 然后教科书上有一行话 大日本天皇陛下对本土人民 半岛人民台湾人民皆爱若赤子 所以呢他在统治这个朝鲜和台湾的时候 都是用的是去这个朝鲜化 去这个汉化的这个政策 让这两个地方的人觉得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有这个朝鲜人参加日军 这是很普遍的 当然有可能说是强迫的 但绝不能说所有的都是强迫的 你比如咱讲这个 就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四星上将白善业 还有包括韩国被刺杀的那个总统朴正熙 他们都参加过日军 都参加 而且都起了日本名字 像这个白善业和朴正熙 还都在中国作战过 所以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被迫的 通过正常方式参军的很多 他们你包括这个李氏王朝 这个皇族都做到日军的中将 所以日本人呢 把他们看作是异国 这很正常 没什么TM离谱的 另外呢 这个YouTube网友BISENBAI 说袁老师您好 我是你多年的小迷弟 有幸在雍和宫偶遇并合了影 很激动 发现你比想象中瘦好多 希望你节目越做越好 求翻牌 想问个问题 二战之后苏联侵占阿富汗 这种侵略扩张行为 联合国有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政府有任何实质性的表示吗 感谢你的支持 如果呢 你想参加这种游学团 一定要关注这个公众号 循迹讲堂 然后呢 我们那上面所有的活动 都会有链接 可以报名 关于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 联合国当然有回应 79年底 苏联入侵这个阿富汗 80年1月 联合国就召开特别会议 谴责苏联 当年的奥运会 这个各国都抵制 就没几个人参加嘛 这个奥运会 是吧 所以你看 苏联专门为这个奥运会盖的那个 Gosmos那个饭店 叫宇宙饭店 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就住那个饭店 Gosmos 那个饭店有6000个房间 就是为了80年奥运会建的 法国元建的 前面立着戴高乐总统的像 据说有好多房间 从建成到我06年去 就没打开过 因为他没有人 他没有那么多人去住啊 你就是为了奥运会嘛 没有奥运会 谁上那旅游 而且没有人什么人住 打那之后 每一届联合国大会 苏联都是去那挨骂的 所以这个 很多人呢 都把这个入侵阿富汗 当做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前奏 好 这个 循迹讲堂APP网友 叫斯芬克斯 说 袁老师我在网上从来不和那些鸣吹说话 我听您的课学习您的历史知识 不是和他们对骂的 这个太对了 就是说你这个观点的这些东西啊 你必须有史实拿出来做依托 这个史实都是在那明摆的 谁都看得出来 然后你如果非说这个明朝强 比清朝强 那4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怎么能比1300万平方公里的强 连这个葡萄牙荷兰都干不过的朝代 他怎么可能比这个 这个跟英法这些世界列强较量的国家强 皇帝不上121年不上朝的这个朝代 他怎么能跟这个皇帝都很勤政的朝代强 这我实实在是这个不理解 再有呢 你比如说这个 明摔最爱说的 说这个皇帝天子守国门 军王死设计 其实汉唐两朝都是这样 天子守国门 国都必须放在这个距离他的主要威胁最近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古代没有常备军 农民业余军队 农闲的时候才练兵 一年就练一两个月 那么这个农民服兵役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首都和边境 所以你这个干脆就把首都搁在边境上就完了 省着人两边跑 好在这个聊苏伊士运河的那一期YouTube网友 吴明张 问袁老师能不能聊一下二战期间的弹跳炸弹 英国的水漂弹 其实这个玩意儿啊 就像这个咱们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打水漂 估计大家都玩过 二战的时候呢 英国人就发现低空快速飞行的轰炸 投炸弹 也能往前 这个让那个炸弹跳得老远 这样的炸弹呢 可以打击舰船的侧面 破坏力比较大 后来这个瓜岛战役的时候 美国人就用过这种战术 一次轰炸就炸沉了日本十几艘运珠船 英国呢 更绝啊 专门为这种战术开发专门的炸弹啊 一个圆筒型的 能谈的好多笑啊 轰炸卢尔大坝呢 用的就是他啊 在这个聊血鱼战争里面呢 公众号用户李一鸣啊 说嗨 这冰宝啊 也就是欺负英国绅士 没碰到过流氓 没错 遇上俄罗斯肯定完蛋 直接就被灭亡了 所以这个嗯 当年这个波兰前总统就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 访问印度啊 说这个圣雄甘地啊 他说嗨 这圣雄甘地啊 也就是碰上个英国 没遇上斯大林 他要是遇上斯大林 他根本就成不了这个圣雄 甚至都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和他全家直接被埋乱坟港 所以这也是啊 看你的这个对手是谁 你包括南非能够结束这个 种族隔离啊 当时就这么一句话嘛 叫曼德拉常有 德克勒克不常有 说爱他能主动放弃权利 这个是很难的啊 然后在这个聊南海泡沫啊 那一期呢 YouTube网友 ANGUN正啊 安君正啊 他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听着怎么这么似曾相识啊 现在网络发达了 随之很多互联网公司编故事的能力 也大幅度提升了 时代变了 技术进步了 但是没变的是人心 没错啊 所以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吗 读历史就是读人心 就是这个意思 你别看现在跟历史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人心 人性里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变 那你比如贪恋啊 你比如自私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变 所以你 就是你 你为什么把历史读透了 你就能看懂现在的这个很多事啊 就是因为这几千年所有的事都是人干的 人没有变 人心就没有变 这些东西就不会变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 循新讲堂APP网友姚思彤问了一个问题 说有种观点认为 清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对质的局面 进而使中国的人口从一亿积送到四亿 不知道袁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同意第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是改变了农牧跟这个游牧跟农耕对质的这个局面 确实是改变了 其实呢 这个你像这个元朝 他也是游牧民族完成了统一 但是呢他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看待 没有当作本土来治理 那他这个 呃 国号叫 他的国号翻译成蒙古话 那就是他的国号用蒙古话说再翻译成汉语 那叫命名为大元的大蒙古帝国 那他是这么个国号 那也就是他还认为自己是蒙古国 那这个大元只不是对中原人这么叫 因此他这个对对这个中国的本土 他并没有当作这个自己的国家来治理 反过来到清朝的时候就完全对这个十八行省 内内地十八行省是当作本土来治理的 跟边疆的管辖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呢 他是结束了农耕跟游牧对质的这个局面 这个是没错 但是至于你说人口从一亿增长到四亿 我觉得主要是老生常谈 我讲过的那两个原因 第一是贪定乌母不收人头睡了 第二是土豆白薯 这些高产作物来了 那让你不至于这生多了人 也不至于饿死的 所以这个才导致人口的激增 好了 最近节目里面大家的评论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呢 在循迹讲堂APP或者YouTube上 订阅循迹万聊 也欢迎在YouTube上加入我频道的会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